哈啰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這支影片呢 想要帶著大家跟我一起來看一下 我之前有評比過 我覺得他們家的bra tom做的非常的用心 但是呢 內襯有一點美中不足 我沒有那麼喜歡 就是來自於 我跟大家說 今年呢 他們真的是捲土重來 那時候我在跟公關接洽的時候 我就有說 假如說是之前內襯的話 那我不要合作 因為那個內襯我不喜歡 但沒想到他說 今年全面升級為挺撥一 然後我試穿過後 嗯真的不一樣 喜歡到直接把這一件帶去越南 那我覺得Webcham他們家的款式呢 是我見過最多的內附兄店品牌 甚至是他們推出了很多的顏色啊 很多的材質 然後也有推出挺撥洋裝 讓大家呢 在夏天輕鬆游泳 各式各樣的穿搭 那假如說 你最近剛好對挺撥衣感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件呢 想要帶來大家跟我一起來看一下 就是這次介紹的款式裡面 我自己最喜歡 然後最推薦的款式就是這一款 滑膚格系肩蛋停撥 BRATA 有別於一般市面上面的BRATA 他這一款呢 就是材質是做這種鬆餅格的設計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非常可愛 然後直接收了兩個顏色 而且這一款綠色啊 我覺得他是很襯膚色 屬於那種有點低飽和色系的綠色 所以穿在身上真的是好可愛 好適合夏天 好適合海邊哦 先來跟大家說一下他的內襯 他這一款停撥衣的內襯呢 就是不同的尺寸 裡面的厚度呢 是不一樣的哦是不是超級的貼心 這次的內襯呢 是獨家專利環保設計 一體成型雙心提撥胸墊 他穿起來呢 會更加的脫體集中 然後帶有剛好的柔軟度 也更貼近我們的胸型 穿上去呢 立刻就是挺穩大 然後接著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尺寸的部分 假如說你是S號跟M號的話呢 他的胸墊尺寸呢 會是2.7公分的厚墊 那假如說你是L尺寸的話 胸墊會是1.5公分的 那這兩款呢 都是下後上包 所以穿起來整個的脫體效果呢 是非常好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他這個胸墊 穿起來真的是很自然 很好看 各個方面看呢 我覺得胸型呢 都是非常漂亮的 然後接下來給大家細看一下 這一件 這件呢 整件是鬆餅格的面料 非常的輕膚 前方呢 還有開扣的小心機設計 裡面的胸下圍呢 整圈是親膚材質的彈性織帶 我覺得他的支撐度非常不錯 然後這兩個細肩帶呢 是可調式的肩帶 非常的方便 上面這個胸型的部分 他是做大圓弧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 是很修飾臉型的 然後這個開扣啊 你可以打開一兩個 這樣子呢 看起來就會更修飾 我跟大家說 這款穿起來長肉感的 超級明顯 就他的這個胸墊呢 是可以完美包肥一塊肌膚 所以他整體集中脫高的效果 非常好 穿起來長肉感的100分 你就會覺得上胸的肉呢 是無中生有長出來 然後又非常的自然 然後側邊呢 也不會有己腹乳的狀況 發現有沒有 他是超級服貼的 然後側面的部分 你們看一下 側面部分 他也是這樣子慢慢的 這樣 這個線條是非常流暢 非常順暢的 不會有那種假假的感覺 之前那款 我覺得看起來太生硬了 但是這一款呢 他就是很順暢很流暢 然後穿起來很飽滿很好看 所以呢 假如說你在夏天 想要找這種比較特殊款式的材質的話呢 我覺得這款就會非常的適合你 又或者說你是跟我一樣 上胸無肉 想要無中生有長肉的話呢 這款你穿起來絕對會非常的滿意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款 第二款呢 是這一款挺波上衣 相較於上一款呢 這一款呢 就會保守許多 然後是這種日常百搭的款式 但是呢 他一樣是有些小心機的地方 像是前方的這個交叉有沒有 就特別的時髦 而且他這整件呢 都是莫戴爾的面料 所以他整體是很輕膚很柔軟 然後彈性超級好的 所以我覺得穿脫呢 都是非常方便的 這個交叉呢 也完全不會有勒脖子的狀況發生 那這一款呢 跟煞鷹款一樣 就是有分不同的尺寸 是不同的胸墊厚度 可以看一下穿起來呢 胸型一樣 就是非常的漂亮有沒有 那這一款呢 一樣就是有長肉感 但他穿起來就是更加的保守 然後我覺得可以更通勤一點吧 像夏天趕上班的話 就是一整件這樣套上去 就可以出門上班了 然後又不會過於的浮誇 整體穿起來 我覺得也是蠻透氣蠻涼的 這件 呃呃呃重頭 想要找一個比較保守的 挺波上衣的話呢 這款我覺得也還蠻好看的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款 第三款呢 是Waveshine他們家 經典不敗的熱銷款式 那我手上呢有兩款 我身上這款呢 是2.0的版本 然後我手上這款呢 是3.0 2024年全新升級的版本 他們家這個款式呢 非常貼心的地方 是在於他會提供 兩種不同的襯墊給你 好那我們先來近看一下 我身上這一款2.0的版本 這款呢整體 他也是做像這樣子圓領的設計 後方的肩帶呢 也是可調式的肩帶 那這款的材質 它是那種屬於兩感的布料 然後整體的彈性呢 我覺得也非常的不錯 我身上的這款呢 一樣是S號 那S號附的胸墊呢 就會是2.7公分的胸墊 加上1.5公分的胸墊 這兩個呢 大家可以去自由變換 假如說是L尺寸的話呢 就會是我手上的 這一個1.5公分的胸墊 再配上一個1公分的胸墊 所以不管是什麼尺寸呢 都會配兩種不一樣的胸墊 像是我今天單穿 我想要胸型比較飽滿 比較圓挺一點的話呢 我就可以選擇比較厚的襯墊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想要看起來比較自然 然後比較低調一點的話呢 我就可以換上這種薄襯墊 我自己是覺得CP值很高耶 買一件 然後有兩種不一樣的襯墊 這個呢 就是我覺得Waveshine 他們家呢 非常用心的地方 現在呢 我分別穿上給大家看一下 正面的部分呢 2.7公分的長肉感呢 就會比1.5公分的 還要再來的明顯許多 但是呢 我覺得他們側面的胸型呢 都一樣線條很流暢 我身上穿的呢 是2.7公分的 我會覺得胸線是非常集中 然後很自然的 側邊一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幾副 它是非常服貼的感覺 整體的穩定度呢 我覺得也非常的不錯 接下來呢 我來換上3.0的版本 就是全新升級的版本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呢 我身上穿的這款呢 就是今年全新升級的3.0的版本 那3.0的版本的面料 是跟2.0的一模一樣 但是它的版型啊 跟它的裁縫 上面有一些些微的調整 那我覺得 穿起來最大的感覺呢 就是這個肩帶的部分 它因為裁縫的改變 就比較不會有一條線在那邊的感覺 然後整體的舒適度呢 我覺得也有提高 但是像是前方這邊啊 跟後面這邊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看大家是喜歡之前的顏色 還是這次新推出的顏色 都可以 穿起來都非常的舒服 升級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還蠻有感的啦 肩帶的這個地方 這款呢 就是他們家經典外的款式 入門款推薦 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身上的這款 平口馬甲挺撥 這款呢 就是性感度爆表 你可以單穿 然後你也可以當作是平口的內搭來穿 這款呢 它的尺寸的range比較大 從XS到XL都有 XS到M胸墊的尺寸 會是2.7公分跟1.5公分的 那L號跟XL號呢 會是1.5公分跟1公分的厚點 我們一樣呢 先來近看一下這款挺撥衣 這款的材質呢 是Greenshine的環保面料 非常的柔軟又帶有彈性 胸下圍呢 有個內包QQ帶 穿起來呢 不會有束縛感 然後支撐度也不錯 穩定度呢也很棒 這款的後背以及上圍呢 裡面都附有輕膚的防滑條 讓大家單穿呢 也不會掉下來 然後我覺得它穿起來 不會讓皮膚有癢癢不舒服的感覺 另外呢 這款它是無扣的款式 所以穿著也是超快速的 這款我建議大家在挑選尺寸的時候 可以挑選小一點點 因為它的彈性其實是非常好的 又或者說建議大家到店面試穿 這樣會比較準一點 但是像我現在穿這個啊 我覺得它的防滑度非常不錯 就是你做這種大動作啊 基本上不會滑到露點 雖然說會移動一點 但是整體的支撐度跟穩定性 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加上它的這個防滑條啊 我覺得在身上完全不會不舒服 真的是很輕膚 前方的這個QQ帶也是 就它這款長時間穿下來 不會有負擔感 這款呢 它的長肉感跟包覆感一樣是非常不錯 然後側邊一樣就是非常服貼 我覺得2.7公分的胸墊 它不會過後 然後又帶有一定的Q彈度 假如說夏天想要找這種 平口美波衣的話呢 這款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以上呢 就是這次Waveshine 四款美波衣的分享 這四款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歡 那我覺得他們家這次 全新升級的雙新提波胸墊 真的非常有感 改善以往呢 我覺得胸墊不夠自然的 這個狀況發生 然後整體的包覆感啊 脫體感啊 都表現得非常不錯 很推薦大家呢 可以到門市試穿看看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準一點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